泰国维持和平与秩序管理中心将在今天向内阁提成解除紧急状态的建议 改而实施国家内部安全法令 到时当局将要求军方撤走临时哨战 减缓公众的心理压力 并且希望能够重振外国旅客的信心 泰国是在1月22号颁布紧急状态 原本即将在这个星期六失效 在这同时包括选举委员会和反贪腐委员会等六个组织建议 由看守政府和反对派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 各自提出一个六人名单进行协商来解决政治僵局 不过反对派领袖素贴并不支持 他表示前首相达信凶媚两眷恋权势不愿下台 这样的谈判没有意义 另一方面支持政府的红杉军表示 如果首相英勒被迫下台 他们将占据街头保护民主体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